欸 你很有過年的氣氛欸 在這種塞車的路上聽這個東西 老人電台 對啊 你看 對向車道滿滿滿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歡迎收看老婆大人頻道 我是老婆 新的一年呢 是不是到處都是人 而且只要車子一開出門都塞車 所以呢 我跟大人就想要找一個 相對安靜一點 但是風景又很美的地方 可以來個簡單的車博 期許這新的一年呢 可以車博越來越簡單 可以到處玩更多更多的地方 介紹更多的地方給大家知道 好啦 現在已經停好車了 我們現在先整理一下車上的裝備 冰箱不要買太大的 太大 不落地的時候就沒地方放 啊 好 好 現在已經稍微搭設完畢 就很簡單 那就睡覺囉 對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沒有要進露營區 因為露營區可能也都訂不到位置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今天這一趟會不會落地 不落地就會有不落地的方法 跟整個的布置 就會不一樣 帶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對 這個地方就簡單車博 所以我們也是先行空洗洗 然後來這邊睡個一晚 晚點來早點收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這個附近的風景 你知道我剛剛把那個後門打開啊 然後看出去直接就回 乾脆就直接坐在這裡就好啦 然後刻個瓜子 感覺就很舒服 這邊以前叫做阿母北 然後坐那個渡船過去那邊 就是之前宏吉一時的那個命中注定 我愛你的場景 江母島 好想去看喔 你看那邊還有學生 他們在滑那個西洋艇對不對 對耶 那個真的很西洋的感覺 好帥氣喔 很厲害耶 滑那麼快 以前每次到假日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景觀飯店 就會吸引很多很多的遊客來這邊 享受這一片的土景 但是好像是因為水源地限制開發的關係 所以這邊的人潮後來就沒落了 可是我覺得反而有一種 寧靜的美感 哇 超漂亮的湖景 欸 大人你看 你的萬人堆疊 在那裡 被他們漁霧擋住了 江母島之旅耶 好像很好玩 好想坐船喔 欸 我們去看一下它那個行程表 走快點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好位置 車子停在這裡休息 後門一打開 後面就直接是湖景耶 哇 這裡也不錯耶 阿姆坪這邊有那個 據說 這個就是廢棄的飯店 可能是因為廢棄嘛 看起來就會比較 比較那個 但我們覺得其實還好 這邊人氣超多的 而且 那裡面還有卡拉OK耶 那其實這邊的每一個停車位啊 重點你要講什麼 重點是格子大啊 車格超大的 這是要讓人家停露營車的嗎 你知道人家說 車伯嘛對不對 車伯我們就是要用 無火料理 過年這段期間 我們買了 欸好像蠻方便的一個東西 嗯 這個 微波爐 之前有看過別人用 很多前輩在用耶 對 我們那個時候也覺得說 欸好像自己車內有一台微波爐 本來是一件很浮誇的事情 太寒了吧 對啊 我們後來找了這一台 深寶平台式微波爐 微波爐 基本上很少啦 會有所謂叫做 低功率的 今天晚餐 我們就靠它了 就靠它 我這台齁 就想說 暫時先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講齁 時代在進步 你在坐露營車 以前可能沒有辦法考慮到的東西 你現在可能 又要重新再把它考慮進去 對 因為這會是一個很常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哇 你可以一看 擺起來 這一台呢 深寶的微波爐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 我一定要控制 我們要講的是說 放在車子裡面 你要注意到 當然就是你的 逆變器 就是你 車子裡面 那110的電 有沒有辦法把它推得動 怎樣才會推不動 這一台的最高功率 我們算1200瓦好了 像我自己的朋友 它的逆變器 是4000瓦 照理講應該推得動對不對 對 可是它就推不動 為什麼 因為有些品牌的逆變器 會虛標 虛標是什麼 可能它實際上它不到2000 但是它標榜是說 我有4000 可是真的到真的要推的時候 它是完全推不動的 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到 這個是便利商店的 微波食品 主要是先讓你們看到說 微波這個東西 加熱之後 它的消耗功率 大約多少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便利商店的炸雞 我把它丟進去 把它蓋起來 最高瓦數1分鐘 有沒有 好 現在呢 開始倒數 差不多 1100多瓦 到1200瓦 左右 1分鐘 時間到 因為這個是冷凍的 所以我們通常建議 再加熱30秒 OK 那我們現在的電呢 已經來到了95% 其實用電量 基本上都還是很夠 來 我們打開這個 喔 燙呵呵 整個完全是燙的 你看喔 我現在微波了一包 當作冷凍的炸雞 1分半 我的電 掉差不多只有1%吧 1-2%而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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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覺得說 帶微波爐出去 耗電量 會很大 其實不會啊 你看 出門真的帶一台微波爐 真的超方便的耶 你的最愛了嗎 你的最愛換了 你根本不用開火 想要吃炸雞的時候 隨時有炸雞可以吃 而且不用擔心磨人 對不對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車速不是是 東西要越少越好 大家都知道 我們車子裡面 最大的東西就是什麼 冰箱 我跟大人就想說 我們要把它換成小一點的冰箱 我們就想說 我要開始來練習 冰箱的東西要裝得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所以呢 我今天就帶了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個袋子 它有很多個款式 一個是 基本款的 矽膠袋 然後呢 現在還有出新的這種 讚讚袋 顧名思義就是 它可以直接站著 現在環保液是抬頭嗎 有很多人用保鮮盒啊 好像也不錯 但是 我今天發現這個袋子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是保鮮袋 而且它可以冷凍冷藏 還可以微波加熱 我就試著 把我所有想帶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袋子 幫大人準備了 他最喜歡吃的 梅子番茄跟梅子拔蠟 一人一袋 是不是剛剛好 隨時都可以拿出來吃 今天我們因為是車速 不落地嘛 對 不落地 很多人不落地呢 都不會用明火 今天為了配合大人的新玩具 微波爐 然後我就想說 欸這個東西 剛好可以放微波爐裡面 然後我就準備了兩道菜 我就把這兩樣東西呢 通通裝進這個袋子裡 我只要放進去微波 就是兩道菜 還有大人最喜歡的巧克力 也可以裝 重點就是 它都是透明的 而且很多顏色 你可以重複一直使用 你也可以裝不同的東西 分門別類 主要這個 SpaShot 它這個就是一種矽膠 矽膠應用在很多的東西 矽膠有些女孩子啊 男孩子都需要矽膠 這種東西 所以呢 它主打了它可以耐高溫 它還可以做 保鮮 蜜蜂 冷凍冷藏 你要進微波爐的時候 不用再另外換鍋子 進微波爐 然後進去出來 我可以直接吃 不管你有沒有吃完 都可以直接把它收到冰箱裡面去 拿回家再洗 我就可以節省我在外面 還需要用我的水 洗很多鍋碗瓢盆的這個動作 所以這對車速來說很方便 先弄紅燒豆腐好了 直接放進去微波 喔 好香喔 真的是紅燒的味道耶 還要再有一個青菜香菇 突然覺得自己也是個大廚 你說真的 你帶一台微波爐出來 你要自己家裡煮 當然也OK 丟進去加熱就好 這樣我比較懶 你去直接便利商店裡 不管你要買一個塔塔 買一個麵啊 對不對 想吃什麼 根本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去選擇啊 對不對 我的重點是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的廚藝 還點頭咧 趁重 還有一點 帶微波爐出嘛 就不用讓你自己弄得油膩膩了 這個最適合就是像我們這種不落地 然後簡單吃 然後簡單吃 像這種袋子有沒有 出門再來跟它這樣搭配 是最好的 完全沒有動到火 然後最詹操的一餐 再配個白飯 超幸福 車速這樣子真的很棒耶 一個湯 然後一個麵 然後這兩袋 全部都是微波爐 有沒有 哇 冒煙耶 這個其實就會變成是 你在備餐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你可能買一個東西七八十塊 然後一個湯可能三四十塊 欸 這樣其實就可以解決一餐 然後吃素還可以自己帶 對 可以吃了嗎 好 吃吧 欸 我今天煮得很好吃耶 嗯 嗯 你吃吃看那個豆腐 怎樣好吃嗎 我自己煮得超好吃 嚇我一跳 現在才八點半多而已 他已經在睡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but I mean we saw that this one I mean we saw that this one I don't understand I mean we зд 哇 下雨的阿姆坪 感覺整個氣氛也是不錯的 我們昨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多來了兩台車 其實整個還是蠻空曠的 整體環境其實還算不錯 現在早上都是一直下著雨 不過雨勢不會很大 早上就吃這個餐包 我就裝在這個袋子裡 這樣是不是超簡單的 一樣 無火料理 你看它滾了滾了滾了 喔 帥喔 你要喝什麼 這邊都可以 這個好 齊勇的美式咖啡 享受 外面冷鬆鬆 我們現在不是很流行下雪嗎 大家去賞雪 你看 我們的微波爐帶在車上 然後你看現在在賞雪 外面冷得要死 對不對 我們用電 直接對不對 一分鐘兩分鐘看 就有熱的東西可以吃了 別人還在那邊冷得要死 哈哈哈哈 好機車喔 在這個生態園區裡面 它唯一一個這個紅磚瓦的 很英式風格的建築 它這邊就是廁所的地方 然後它的後面呢 就是渡船頭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去搭船的地方 今天一起床呢 就是這種下著小雨 霧萌萌的天氣 所以呢 我們就想說我們來搭個船 出航 去看一下這個江湖島的美景 走吧 現在優惠價300塊 對 江湖島它就是拍偶像天外景的地方 它這個 坐船才會到的小村莊 哦 對 一定要坐在那邊 然後他們當地的玉米都是搭船的 我們要等到15個 我們要不要看裡面坐 那邊也可以啊 15個才能夠開船 等到下午了 它只放在那邊 今天來這個阿姆坪的人 真的是寥寥無幾 沒有幾個人要搭船 可是他說要15個人才可以搭船 所以 下次吧 這座山 真的很漂亮 對啊 那座山 不會輸給下面的湖耶 尤其是現在有一點 懵懵的這樣 然後又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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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個山真的好漂亮 我後面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這裡停車場的部分 然後我的右手邊呢 就是這一片生態公園 然後過去啊 就是我昨天在了一下午的湖 還有今天早上呢 看了一早上的山景 其實呢 這邊雖然是一個 真的還蠻舒服 雖然它的人有很多 對原地限制開發的關係 已經有點算是沒落了 但是其實它的美景 絲毫都沒有減分 我覺得喜歡安靜的人 或是喜歡看美景 看湖景 看山景的人 來這邊呢 休息也好 低調車速也好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留言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抖 開啟小鈴鐺 仔靠 字幕提供 然後カan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